巴伯罗·毕卡索是当代西方一位最富有创造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艺术家 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天才 他的艺术生涯几乎贯穿其一生 作品风格丰富多样 在毕卡索的一生中直到1973年91岁高龄去世 期间共完成了多达13500幅画作和大约10万幅的版画 2020年,CNN从他好凡的作品中 整理选出了最著名的七件画作 老吉他手是毕卡索于1903年末和1904年初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创作的油画 创作这幅画时正值毕卡索的蓝色时期 在蓝色时期,蓝色和蓝绿色主宰了他一切作品 这段时期的他经济贫困 面临生活和艺术上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加上深陷好友自杀的痛苦中 毕卡索基本上以单色作画 只有极少数暖色作品例外 这个时期的画所表现的都是被遗弃的人们 和估计贫困等悲惨现实 描绘的对象也都是妓女、乞丐、残疾人之类的形象 老吉他手画中人物古兽如财 盘腿而坐并瘫倒在棕色吉他上 他那双失明的眼睛、苍白的蓝色皮肤 虚弱乏力的身体 以及破旧的衣服和周围的气氛 突出了他的悲惨状态 他的环境也被描绘成代表当时下层阶级的生活 拿着烟斗的男孩 是比卡索于1905年创作的一幅油画作品 作画当时他只有24岁 刚刚在巴黎著名的蒙马特高地 一个青年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安顿下来 拿着烟斗的男孩 是比卡索走过蓝色忧郁时期 进入更加活跃的玫瑰时期的代表作 玫瑰时期时 英语的气氛灰飞烟灭 取而代之的是温暖的橘黄色 粉色 这幅画展现了一位表情有点忧郁的青春期男孩 他身穿蓝色服装 头戴花罐 手里拿着一支烟斗 画面的背景是两大树色彩艳丽的鲜花 2004年 这幅画以惊人的1.041亿美元的价格售出 创下了当时名画拍卖时的最高纪录 在拍卖之后 拿着烟斗的男孩便声名远扬 成为毕卡索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斯坦因画像创作于1905到1906年间 肖像人物是格特鲁德斯坦因 斯坦因是来到巴黎定居的美国女作家 也是一位狂热的艺术收藏家 他和现代派的艺术家们交往频繁 更与比自己小七岁的毕卡索建立了密切的友谊 斯坦因兄妹经常利用他们在巴黎的家来扮文艺沙龙 招待像毕卡索那样的艺术家 斯坦因画像标志着毕卡索从玫瑰时期过渡到立体主义时期 画中斯坦因的脸类似土著人的面具 而他的手势写实的 看得出斯坦因的肖像受到原始艺术的影响 同时毕卡索也注意了几何学的基本形状 画面中人物表情严肃 眼神与斯坦因本人极其神似 毕卡索画画一般几个小时就能完成 但这幅画他却画得很慢 根据斯坦因的说法 他为这幅肖像做了将近90次的模特 在毕卡索完成此画作将近十年后 雅维农的少女才终于在1916年时展出 并震惊了当时的艺术界 从题材到立体主义风格 整幅画充满了煽动性 画中左面的三名少女较为贴近自然的西班牙女子 而右面的两名则似乎戴着非洲面具 据毕卡索所说 这些面具是为了展现出一种强烈的 近乎野性的力量 这幅画对当时艺术界的冲击相当大 有人感到困惑不解 有人怒不可遏 就算是毕卡索的朋友 也有人对此抱持批评的态度 有些人会认为这幅画的名称是指法国阿维尼温市 但实际上是指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一个地区 在当时是妓女聚集的地方 此画最初取名为亚维农妓院 毕卡索常称其为我的妓院 后来改为现实通用的亚维农的少女艺名 以减轻其对公众的冲击 自雅为浓的少女之后 毕卡索对立体主义的热忱有增无减 这幅境前的女孩是毕卡索于1932年3月创作的一幅油画 画中的女孩是毕卡索的情人 名叫玛丽泰雷兹华特 玛丽泰雷兹也是毕卡索另一幅著名画作 梦中描绘的人物 毕卡索以粗而简化的圆弧几何构成画中人物的身形 女孩的身体也填满各种对比的颜色 画的背景装饰着马蒂斯风格的阿拉伯纹饰 近前的女孩充满了色彩 悲怅和一丝情色 将立体主义展现到了极致 格尔尼卡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小镇 1937年4月26日 德军纳粹应西班牙国民军政府的要求 向格尔尼卡猛烈轰炸 造成严重伤亡 这就是毕卡索创作这幅画的背景 同时也是为了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中 西班牙展览馆而做的画 这起残暴的轰击事件激起了毕卡索强烈的愤怒 他于是开始动手绘制这幅壁画 并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创作完成了长776米 高349米的巨幅壁画 格尔尼卡 这巨幅油画占满了当时西班牙展览馆的一面大墙 画中并无出现飞机轰炸的残酷场面 也没有正面描绘巴西斯的猙獰面目 画面上只看到公牛 丝鸣的马 还有豪哭的人们 灰色的柔和色调进一步强调了人的形状 他们的手臂痛苦地伸展开来 并给画作带来了黑白照片般的纪录片风格 画作聚集了战争悲剧中的残暴 痛苦 恐惧与绝望 其一已经超越了表象 1936年毕卡索已定居巴黎多年 艺术发展工程名就 在一次偶然下 认识了一名女摄影师兼艺术家 朵拉玛尔 后来成为了他的情人 朵拉以摄影镜头拍下 毕卡索创作时构思设计的所有草图 素描 让世人知道他创作背后所投注的心血 毕卡索让朵拉在他制作此画的不同阶段拍照 这套照片独特记载了构图发展过程中的变化 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格尔尼卡以后其立体主义语言控诉了战争的残酷 而成为了历史上最知名的反战绘画之一 哭泣的女人可以说是格尔尼卡的续集 格尔尼卡描绘了战争造成的毁灭 而哭泣的女人则审视了战争后的情感余波 仅仅聚焦于一位妇女 毕卡索以他当时的情人朵拉维形象 于1937年创作了这幅油画 哭泣的女人刻画了一位极其悲伤的女人 悲气伤痛的情感由粗放的颜色和尽力的笔触反映出来 人物的眼睛、嘴唇、鼻子似乎杂乱无章 支离颠倒 具有常人难以理喻的特点 女人脸部扭曲和断裂的方式是立体派手法的一个发展 哭泣的女人表达战争带给人类的悲伤、恐惧、痛哭、崩溃 这幅人物画是毕卡索不朽名画剧作之一